我们今天在Monte这个城市 又出来了一套旧房 三房两玉 室内面积1500尺 地大 7500尺很大的 1946年间 还不错的 地很大 坐西向东 屋顶好像要换了 这种样式 妈妈夫妇 但是很多人喜欢草地都黄了 对 整个小街都还不错 小街 对 天气啊 后面还有一个天线 包括 那个电线杆 还可以 要做一些装修了 对 来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长廊很漂亮 很多很多人看房 前廊很漂亮 1946年的房子 要换窗户了 屋顶 这边还好 看起来没有什么白衣 但这个城市呢 又是政府检查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 它有真实的部分 我们进来以后 这个门还行 但是呢 屋主讲了 整个要重新装修了 对 这个门框 前厅是不错的啦 有个大的窗户 这个是不能换 所以屋主很聪明呢 就是把墨里板 立毯都掀掉了 尤其成白色 然后呢 现在显得白白花花的 这是POPPACON的C里 到时候 买到以后 再把它处理 这个热气要排走了 不行 三个房间有点撇撇的 1946年的房子 也差不多就这样来 要重新装修了 所有的窗户 后面的都是换了新的 小衣柜 这个地方有一些 呆美景 对 整体看起来 麻麻糊糊 层底蛮高的 大家看到了吗 至少是 八尺半的层底 非常好 我看它这以前呢 就是建房子的时候的 地板 现在要换新的 整个这些取居 我们要重新做 Hello 这一个洗手间 不用想了 全部要重做 但这个磁砖还可以 砖个抽风机 你看 要做就全部做了 这边有一个房间 这个窗户应该是拉扫不好做的 这边衣柜小一点 到时候好好做一下 哇今天多少人看 噴墨垫板 猫顶 边条 风扇还不错 对 这个做 我们到厨房看一下 这边上门框 这边不是房间呢 看一下房间 对 哦 这边有个台阶 这算是一个厅 但是也算是三个房间 这边是没有隔热层 这边是洗衣房 比较旧了 这边是个厨房 三房两鱼就全部要改了 全部要做完 有漏水 这个火楼 窗户都换新了 你看 进华人区 现在华人区都是很多的亚洲人都喜欢在这边 对 这台阶只要小心了 小厨房 水房全部换 窗户全部换 地板 洗手间 屋顶 七千五百多次地就很好 这后面有个爬楼 这后面有个爬楼 这边 运动可以停两部车 这两部车 车库 屋顶 都还麻麻糊糊 哇 你看后院还有多大 后院大 这个后面的房间 这边是有许可证的 有permit的 要好好做 可以装修一下 搞个分体空调 就可以了 这个门是不行了 全不要换起来 这应该以前是个窗户 这后面还有小小位置的 这个顶呢 有点 一点点斜 但是比较平 一平呢 就容易 又漏水 所以 如果水买了 就赶快把它 一老永逸 全部做成 全新的屋顶 对 自动撒水系统也做好了 哎呀 大家看到没有啊 你看看 太平了 对不对 所以呀 我最怕这个平屋顶的 平屋顶就容易漏水 这是 侧面 热水楼好像还蛮 新的 应该是几年新的 但是amante这边 有市政府检查了 整个检查报告 到时候都要拿出来看的 嗯 69万9啊 价钱相对 现在的市场来说 还算便宜的 但是呢 现在就怕能标的比较高 再加钱 然后要花 一二十万装修 就比较高了 整个地还是不错 四四方方的 坐西向东 然后这边 这个水泥的围墙 全部做好了 现在在水泥的围墙不得了了 那一万两万三万 整个三四万都省下来了 车道都不错 车库 对 都搞好了 但是没有隔了层了 显得还是新 对 所以现在啊真的 利率很高 房价现在也高 因为扩存少嘛 所以现在看房的人啊 特别靠近华人去这边就 看的人更多了 所以大家 会不会买呀 所以我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思 这些旧房啊 要装修的房子 好不好出手 给我们一些建议了 对 现在我都搞不清楚了 整体房子要全部重新做了 至少十几万了 嗯 好 今天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后续我也跟大家再跟进 整个美国这边的房市 特别是洛杉矶的房市 让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好 希望下一次 再在我的视频中相见 谢谢 感恩